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您问选的人给您的反馈以及态度 那么Coperated Governance所要教给我们的就是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因为Coperated Governance了解之后 您包括对被审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好 我们今天就来看Coperated Governance 那么考纲当中为它设计了许多的考点 并且从历年的考题当中来看又可以出选择题 当然还可以出我们的案例分析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它的基本原则 那么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现在考纲上不再去苛求 你follow的这个Code Coperated Governance 那么它是UK还是OECD 因为我们也知道不管是UK还是OECD它的Code 其实根本的原则都是一致的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不必去care呢 这个是哪里来的Code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Concepts 公司治理的概念呢 我们可以从这道过去的题目当中呢 得到启发 那么在看这个概念的时候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抓住的一点就是 Coperated Governance 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会告诉我们接下来 公司治理当中结构里每一个人的角色 我们先来看 Coperated Governance is the system by which companies are directed and controlled 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 那其实公司治理要治的是公司 怎么样的方式呢 Direct and controlled 但其实说白了 公司里面最有权威的人 当然除了治理层之外就是management 因为they are in charge of the daily operation 它是经营的负责人 所以公司治理说白了也是在治的管理层 我们接着看 Coperated Governance 它的目标就在于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你想想看公司治理 当然一定想让公司更好 Indirect and controlled的终极目标 也是希望呢 它是一个经营有效 Entrepreneurial 那希望我们的公司更像一个企业那样的 有着企业家的精神去经营 and prudent management 最重要的是呢 管理层它要谨慎 您可能说前面明明讲的 要业绩要好嘛 要像企业家那样子 为什么最后还要特别强调prudent呢 那是因为corporate governance 它的终极目标是要 to live the long-term success 换句话说叫做公司的长治久安 那各位同学可以想象一下 许多的百年老店啊倒闭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心痛 那么长治久安其实要治的是什么 就是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那么只有做好风险管理 才能保证这公司还在 对吧 在这个基础上您在说 它干得好有效应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时时刻刻 您都要判断说这样的一个case下面 这个行为会不会导致 没有做到long term 换句话说 如果它想达到的是short term 就违背了公司治理原则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sider i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irectors 我们清楚呢 公司治理其实谁是真正去落实 这样角色的人呢 他的名字叫 VLD Vought of Directors 那么董事会一般来讲 是我们题目当中所说的 负责治理的这个人 但实际上呢 在国内啊 我们讲董事会啊 监事会都承担了相关的责任啊 How did board of directors should be run and structured 我们知道 BLD当中呢 会有两类人 一类呢 是ED executive directors 执行董事 另一类呢 是NAD non-executive directors 非执行董事 那么这两类人啊 他们的来源不同 所以呢 我们会讲 他们是如何分工 他们的人数比是怎样 一会儿都有考题来给大家 Denied for good internal controls 您可能会想 我们说着公司治理 怎么马上就跳到了内部控制呢 这是因为啊 在公司治理当中 我们刚才提到 承担具体工作的这个人 叫BRJ Voodle Directors 他说我很忙啊 我管不了那么多 这样我下面分了四个 submitting 四个委员会 那你要想关心 说薪酬的问题 我有一个薪酬委员会 如果大家都很关心 战略的问题 到底要不要投资 要不要转行 好我们有战略委员会 那大家也非常关心 自己的晋升 那我们就设一个提名委员会 当然其中最最重要的 一个委员会 就是有关财务的 有关审计的 这个委员会 就叫 Audit Committee 那BOD说 公司治理不是要长治久安吗 不是要risk management吗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块风险 无外乎就是财务的了 这样吧 Audit Committee 审计委员会 你就来担负 这样一个具体职责 来把公司治理 弱到实处 Audit Committee 退无可退 也只好接受 这样的responsibility However 审计委员会会讲 我这边人好少 那我去指派一个部门 来替我做这样的事情 我领导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就叫做 Internal Audit 内审部 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公司治理的责任 就从BLD 细分到了 Audit Committee 那Audit Committee 又把这份责任 指派给他下面的一个小马仔 Internal Audit 内审部门去做 那内审部门也很愁苦 说我人也不多 我活还那么重 怎么办呢 我要借助工具 而这个工具 就是我们所说的 Internal Control 因为我们在想 内部控制如果够好 财务方面呢 可能重大挫暴就会少 内部控制更好 就可以去关注 企业的经营的绩效 那么就可以 另外一个方面呢 说有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 能够提前防范 所以内控呢 可以cover三大领域 这就是为什么 内审会看好这样一个工具 说如果有好的内控 那我内审说 就能够完成 Cocritic Governance 那这样 审计委员会又说 我能够完成Cocritic Governance BOD也是这样子说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没想到公司治理 最后还是要靠的 Internal Control 这样的工具 因此这句话就是讲 The need for good internal controls 那我们还刚刚讲呢 在这个公司治理当中 尤其作为我们 审计师的角度来讲 特别会care一个 叫审计委员会 这是因为这个委员会 你从他的名字 Audited Committed 你就能猜到 他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和审计师打交道嘛 那么审计师这里面 所指的到底是 Internal还是External呢 虽然答案在这个地方 会强调religionship with external auditors 但是通过刚才的介绍 您知道 其实既然他叫审计委员会 他还包括 给Internal 内审师的打交道 那您想 他既然懂内审 又会懂外审 他必然也会懂财务 这个问题后面 也会有专门的考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页就告诉你 公司治理 讲究的是权子分配 公司治理 讲究的是机构的划分 当然公司治理 都会依赖一个工具 内部控制 而且公司治理 也包括了 内外审计师的沟通 与对内属于内审 对外属于 external auditors It is important for companies to consider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sipers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 公司治理的一些 基本原则如此重要 这是因为 It is management or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who run the company 我们知道呢 虽然说日常经营 是管理层 但是呢 可以治管理层的人 叫治理层 也就是公司治理 但是这些人 毕竟还能接触到 公司的日常 而我们讲 离他们更远的 那些就是 but the owners are the sideholders and they are not involved in the running of the business 意思是 比这两拨人 还要远的是那些 shy herders 而他们正是 公司的所有者 所以公司治理 其实 更多的是为这些呢 好像你不知道 他在天南海北 但是他真的有 投资公司的 这些人服务 因此他的重要性 在于服务这些人 For these shy herders their only opportunity to raise consent is at an annual genre mating 我们知道 你竟然是要帮助 那些 shy herders 给他们信息 那我们想呢 公司治理 其实就提供了 这样一个机会 就是 annual general meeting 这个会呢 是一定要开的 不管有多困难 不管成本有多高 不管我们说 开会会有多少人 这个股东亲自到场 但是annual general meeting 是讲公司治理当中呢 公司和股东 唯一的一个 最畅通的沟通的平台 所以annual general meeting 甚至可以说呢 不是annual 而是在特殊情况下 召开的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anyway 总之这样的会 是一定要开 接着 which only cares once in a year and often attendants is no anyway 这是我们说 参会者的情况 公司是必须要举行 而且不能够通过 email的方式来取代 参会 这是因为我们需要 进行现场投票 Shyholders make to ensure that their need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by management 那其实我们通过 这样的会 就是想了解 公司的信息 确定一下 这些shyholder的利益呢 是否为公司 所考虑 and that there is a process in place for them to be informed as to how the business is operating 那么在这样的会上 我们的这个shyholder 会得到很多的讯期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国内 有许多这样的会 是规模很大的 就像答记者问一样 并且在会上 有很多的交锋 也都是非常尖锐 所以这个会 anyway anyway anual general media 必须要开 因为是唯一的沟通路径